肝脏是身体的核心工厂 许多重要的任务都由肝脏负责 大致上分为消化解毒 制造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如果出问题 所有的器官都没有办法正常运转 脑袋会顿顿的 手脚会发抖 心脏肾脏肺脏的功能 都会连带受到影响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刚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常常不容易察觉到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 常常有人问说 医师吃什么东西可以保肝 对于B型肝炎 C型肝炎的患者 透过肝胆肠胃科医师的评估 定期追踪超音波以及抽血 定期服用抗病毒的药物 就是最好的保养 若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病毒性肝炎 国民健康署从2020年放宽成人预防保健 45岁至79岁的国民 可以做一次B型肝炎筛检 另外除了吃药喝酒之外 吃太多油炸食品 甜食也会造成脂肪肝 影响肝脏的功能 肝脏是一个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器官 那会造成肝脏伤害的原因也很多 那包括我们常见的各种 那可能会感染肝脏的病毒 那另外包括很多可能不当的药品摄取 或是过量的酒精摄取 那或是那一些代谢疾病相关的问题 都会造成肝脏的疾病 现代人工作忙碌 肝脏又是一个安静的器官 肝炎几乎在早期是不会有任何症状 因此目前策略除了针对高风险族群追踪以外 B肝抗病毒药物都能达到很好的抗病毒的效果 西行肝炎的病毒也在几个月的药物治疗 就能清除肝净 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比较困难 它必须要藉由体重的控制 避免喝酒才能减少肝脏疾病的恶化 门诊最怕的不是那种嘴巴苦苦 跑来说最近比较疲倦 需要做肝脏的检查的病人 最怕的是那种跑来说 以前有B型肝炎 但是好几年都没有追踪 结果超音波一照下去 就发现是肝硬化和腹水 这样的案例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熬夜本身会引起很多身体精神方面的毛病 甚至因为一些熬夜的问题 身体机能休息不足 那休息不足本身可能是影响到很多器官的功能 我想这是背后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很多器官在经过一整天 劳累的工作以后是需要 透过晚上睡眠的时间 好好的去进行修补 许多人会寻求特殊的食疗或保养药物 反倒容易产生药物型肝炎 因此在保养上过多的药物反而会造成肝脏的负担 充足的睡眠 饮食的均衡 药物的副作用 定期的追踪才是肝病最佳的解放 吃太饱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长期的高油脂类食物的摄取 高糖类食物的摄取 可能或许不只是一顿的差异 就是长期这么做 那当然它就会比较容易有代谢性疾病 也比较容易有脂肪性的堆积 不均衡营养 油炸煎的食物吃太多了 水分吸收不足 也不够适量的蔬菜水果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干杯文化 平常的应酬太多 酒喝太多了 这个相对来说 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破坏 如果你本身体质是属于容易喝酒后 这个容易脸红脖子红的 那这个就代表 我们对于这个酒精代谢产物 那这个代谢中间产物叫做乙醛 那它是一个非常毒 有致癌性的一个物质 那所以饮酒往往跟 增加很多这个癌症的一个发生 是有关联性的 那因此在这个容易脸红的这个体质 尤其在这个发生脸红的状况 就应该要适可而止 医师提醒 姜黄绿茶有助于肝脏机能保养 平时要多摄取蔬果 绝对不可熬夜 否则对肝脏会有一定程度破坏 绝对不容忽视 TVBS新闻陈如环 蒋世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